不只是阳明山 山陀儿带来的暴雨也重创了接龙 新峰街海中天社区在这边发生大规模的走山 长度超过了100公尺 经过昨天晚间抢缩 现在只露出了半个车道 暂时开放机具和行人通行 山陀儿带来猛烈将旅 基隆新峰街发生100公尺长 大规模图石崩落 双向道路受阻 超过30辆机车被掩埋 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受土石掩埋的这条道路是新峰街车流大的干道之一 为了尽速恢复交通 五号一早 基隆市长谢国梁亲赴现场视察 并承诺七号前全线通车 星峰街海中天社区惨况严峻 基隆市公务处全力动员机具 人力进场抢修 却只轻出半个车道 仅能让紧急救灾的车辆通行 而基隆的另一头灾情同样不容小觑 20辆垃圾车洒水车掉落边坡 甚至被土石掩埋 甜皮掀翻压到车辆上 四号天外天焚化炉发生山崩 清洁大楼被列为围楼 过了一天因为土石松软 迟迟无法出动吊车清理 抢修进度困难重重 基隆三号单日雨量达365毫米 迫78年来记录 重建步步艰难 对当地居民而言 每一步都是巨大挑战 记得综合报道